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生肖太岁 生肖太岁 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因为你是什么生肖 那一年一到的话你就犯太岁 但是其实基本上在一个严重性来讲的话 生肖太岁的力量其实并不算是很大 在命理的一个角度上 从八字的角度来看 生肖太岁的一个状况其实还好而已 真正的一个太岁 我们以八字的一个来讲的话是日肖太岁 也就是说你的日肖 你是甲乙丁这一种的 你的日肖假如出现在流年 你是甲年 甲日肖的就是在甲年 你是乙日肖的就在乙年 这一种的通常比较容易会出大事 因为毕竟来讲他叫做日肖受克 所以一般来说生肖太岁 我并不是很在乎 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 你日主出甘的日主太岁这一种状况 毕竟来说 每十年总是会碰到一次或两次的这一种状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